杨将先生说过,岁月静好是片刻,一地鸡毛是日常。 人生的道路很漫长,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笔直的,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烦恼和困惑。 很多时候,我们往往会陷入焦躁的情绪中,不断消耗自己。 而读书、目标、义友,就像人生的三盏明灯,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 当你握紧它们,就能走出人生困境,收获圆满的人生。 人到中年,请学会为自己点亮这三盏灯。 第一盏灯,闲时多读书,举才气。 梁秋实说,读书和不读书,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。 书中未必有黄金乌和炎如玉, 但是书中的精化,会融入你的炎谈举止中,成为你的气质。 沉淀在你的脑中,汇聚成宝贵的知识财富。 经常浸润书香的人,不仅能润养精神,还能增添文气。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,十二岁辍学后就一直在生产队干活。 在这个书籍匮乏的年代, 他经常冒着被惩罚的风险去读书, 还努力推磨换书看。 有一次,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了青春之歌。 由于第二天必须归还, 他只能躲在草垛里熬夜看完。 在生产队的日子里,虽然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艰辛, 但他看遍了周围十个村庄的书。 有时候,他看到精彩的书都会坐在门槛上, 接着昏烂的小油灯彻夜埋头苦毒。 多年的阅读习惯,让他逐渐沉淀了财气, 写出了红高粱,风如肥臀,挖等一步又一步居住。 2012年,他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。 这项殊荣的背后,离不开他多年来的坚持阅读。 正如他自己所说,任何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因为读书而实现, 而实现一个梦想也必须借助阅读经典实现。 一个人想要精进成长,离不开书籍的沉淀。 唯有阅读,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完满。 吕蒙是三国十五国的大将,虽然骁勇善战, 但是他却不爱读书。 孙权劝他作为大将军一定要多读书,增加文化修养。 于是他开始认真阅读各类书籍, 他发现书中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知识, 拓宽了眼界。 从此之后,他便爱上了读书, 尤其爱看古代的兵法和史书。 几年之后,他的见识,胸怀及谋略大有长进。 他被孙权命为大都督,统领全国兵马。 三毛说过,读书多了,容颜自然会改变, 读书的潜在影响在气质上,在谈吐上,在胸襟的乌鸦。 当你感觉力不从心时,不妨多去看看书。 阅读就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。 养成闲事读书的好习惯, 你才会越来越从容淡定,气定深陷。 久而久之,你的气质和魅力也会逐渐增加。 第二盏灯,男时有目标,稳方向。 黄荣辉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院士。 上学时,在冷的天,他都只穿两件破烂的衣服。 直到高中毕业前,他都没买过一双鞋, 仅仅靠着一双木拖鞋度过了中学时代。 但他并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打倒, 而是一直刻苦学习。 1959年,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。 随后,他拿到了学校的最高著学金。 从此,他定下目标要努力学习,为祖国做贡献。 后来,他被国家派遣赴日本留学。 日本和美国多次开出丰厚的报酬聘请他, 均被他婉言拒绝。 回国后,他一家五口人, 居住在狭窄的桶子楼里, 过着清贫的科研生活。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受到什么诱惑, 他依然坚定报效祖国的目标。 最终通过不断的坚持和努力, 他在大气环流和气候动力学的发展上, 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, 还多次获得国家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和自然科学奖。 卡奈基说, 激荡的人生需要梦想的支持, 没有目标的活动, 无异于梦游。 没有目标的生活, 只不过是一场幻想。 很多时候, 我们遭遇挫折, 有人身陷困苦, 无法自拔, 有人被困难打败, 不停泪好, 一蹶不振。 越是如此, 越要找准方向, 找对前方的路。 拥有明确目标的人, 才不会被任何事影响自己的步履, 更不会被艰难打倒。 人生低谷期, 耐住寂寞, 坚定目标, 成功和幸福终会来敲门。 第三盏灯, 空时交易有, 天温暖。 人的这一生,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出现很多朋友。 有些人会在你热闹风光时相伴左右, 可在你落魄潦倒时, 却不见人影。 这样的友情, 脆弱得如同一层薄冰。 而真正的义友, 总会在你孤立无援时, 给予你帮助与鼓励, 让你感受到温暖。 演员张颂文和周一维市大学的同班同学, 俩人的关系非常好, 即便周一维先成名初选好多年, 而张颂文一直默默无名, 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。 张颂文那几年人生低谷期, 根本接不到戏, 生活非常艰难。 周一维时常伸出援助之手, 给他资助生活费。 在周一维生病最虚弱的时候, 张颂文在寒风刺骨的清晨, 连续骑摩托车三四个小时, 给周一维送饭, 并留下来照顾他。 如今的张颂文大火, 迎来事业的高光期, 而周一维的事业开始下滑, 逐渐淡出演艺圈。 当其他演员还借着张颂文好友的名义, 在社交平台蹭热度时, 周一维却没有想过这样做。 因为他知道张颂文如今只想低调, 不想过度曝光自己。 这么多年, 他们早已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 无论一方遇到什么困难, 他们永远都是对方最好的保障, 给予对方温暖。 爱因斯坦说,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, 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。 人生山高水长, 每个人都难免遭遇挫折, 都会有难熬的时刻。 总有一些人, 在你生命的至暗时刻, 组成点滴的温暖, 助你走出阴霾。 要深深记住那些在阴沉的岁月中, 默默抱紧你的人。 他们就如一盏明灯, 在黑暗的日子里照亮你, 让你的人生之路越走越顺。 林清玄说, 有航道的人, 再渺小也不会迷途。 每个人的一生中, 都会或多或少有难熬的时光。 无论何时, 我们都要给自己点一盏灯, 蓄散路途中的迷雾。 迷茫诗心读书, 具知识, 困苦时定目标, 稳前途, 空前时交易有, 增暖意。 愿我们都能学会为自己点灯, 照亮人生前方的路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